泰国最近就这样 天气挺好的 但是阳光就太热了 哪怕是现在已经开始所谓的渐渐入冬了 泰国都冬了 但是中午挂会灯笼什么就已经有点受不了 口干舌燥 我们现在就直接到我们和之前朋友约好的一个咖啡馆 我们看一下 非常大的一个咖啡馆 然后应该不是仿建的 这个地方叫什么Garden 我把名字给你们看一眼 然后是高面文化风格的 你们看到这儿没有 这个都有点是像是这个先例的吴歌窟了 吴歌窟前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水滩 有这么一点感觉的 不过也是因为南奔 我看历史介绍 他有段时间是给那种柬埔寨有统治的 好像是现在的泰国国王的叫什么一世吧 郑郑氏是吧 然后再把它夺回来的 这基本上就是跟先例的吴歌窟 那是很像的 有这种感觉的 吴歌窟有这天赋 然后这咖啡馆是在这个里面 咖啡馆是在里面吧 在里面 这个感觉不是仿仿建的 应该 但是如果真的是历史古迹 怎么会被 你们拍照先让开 但如果真的是历史古迹 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 给别人用作商业用途 反正只要在中国估计要被骂翻了 记得故宫里面之前开个星巴克 就被人家说了是吧 里面看里面的景色看起来挺不错的 好大一花园 很有特色 这里应该是南方很有名的一个咖啡馆 很休闲嘛 在这种大树的这个底下喝咖啡 不用空调也也不热 哎 夏淫 哈喽 我说怎么这么演 你看到夏淫了吗 进去在里面啊 他没坐外面啊 对 哈喽 在里面去看看吧 随便看吧 我拿到的这张是菜单 吃过饭了 不点了 大概价位啊 这个海鲜一面265 属于就是价格是属于中等偏上的贵 但是以他环境来讲是值得的啊 靠水是95 还好还好 一般的炒饭 这炒饭也不贵啊 85 95 都还行啊 阿贵也有点小贵的啊 我喝这个美式柚子 小小一杯145泰铢 这个在泰国是属于贵的了啊 但我现在主要是口特别渴 他基本上都是100多泰铢一杯的 再来挑坏蛋糕吧 我们老规矩应该是吃巧克力为主的 但这是什么 我有点兴趣 这什么蛋糕啊 怪怪的 就安稳一点嘛 这个有点像是薄荷巧克力 有点犹豫不诀啊 吃这个吧 特别一点 有点蓝莓的感觉 蛋糕点好再看看环境吧 哎呦还看到两位僧侣 都一圈吧 看看这个环境 确实不错啊 其实很多人在户外 但户外里都被占了 我们就只能先坐在里面 还真实啊 但如果它不是遗迹不是仿件的话 保存的未免有点太好了 对吧 我感觉是不是仿骨的啊 这些雕塑我感觉有可能是仿骨 但这环境整个都仿骨的代价太大了 看看这 近距离看一看 真的还不错啊 这个咖啡馆 大家以后来南奔玩 一定要来玩一下 非常有感觉的一个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来 那这里好多都是牛 那门口也是两只牛 这个地方跟牛肯定有一些什么典故的 但是看不懂 看不懂他们就知道了 几个小朋友 不等我拍完视频回来 就把蛋糕给吃掉了 这是我点的 什么味道的 味道 薄荷巧克力 哦 跟我想的一样 它这蓝色不应该就薄荷的味道 灭吃 然后这上面巧克力的 上面还点出一些蓝莓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就不要了 待会让我尝尝看味道 这是我的吗 它不是柚子吗 怎么是橘子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他为什么这是橘子 这我一点的饮料啊 145 有一丢小鬼 不过我们今天中午吃的很省 所以正好扯平 小姚姐又让Joey小朋友乱点了一杯啊 这么大一杯 这个糖量今天绝对超标啦 这都是糖 所以说待会我要免威其然的帮你分享一遍 No 我只是在通知你 Let's order Not after 你不能吃那么多 只能喝一碗 非常爽口啊 再来一口蛋糕 拜拜 这是烧鸯布的 它从这样吃 这个应该也是好吃的 好吃剪刀骨 要拿一个蓝的 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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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有错 蓝的蓝都蛮好的 薄荷的 清凉的口感和巧克力搭配还是蛮合适的 很多人在咖啡馆打屁聊天 小朋友在玩乌弄 玩得兴高采烈的 简单说一下吧 反正饮料一百三四十泰铢 蛋糕还蛮便宜的 九十五泰铢味道也不错啊 大概就是这个价位 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这地方环境真的很不错 刚才小朋友们在这儿喂鱼 不知道什么鱼 这儿有一个很简易的一个祖桥 可以通到这儿 这个也都是以前那个柬埔寨 就是高绵王朝最强悍的时期 功臣略地 同持了不少东南亚的土地 也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建筑 应该是吧 我说错了 就当我那种瞎说 你看他们这儿的那种 怎么说那些文化古迹 不像中国 中国基本上是不太会 让你就什么爬上去拍照的 因为毕竟这个让我想 高明文化时期到现在应该是 他们是不是宋明时期吗 好像是明宋时期差不多吧 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文化吧 到现在没有一千年 也那大几百年了 这些东西能保存到现在这样 如果不圈起来 我觉得还是挺有点风险的 谁来摸一摸 掰一掰 写个字什么的 他这次我不知道算不算妙吧 反正这个建筑也还挺好看的 绕着一圈看一眼 上面是大概是在做那种修缮的工作吧 确实时间久了 有些地方是要陆陆续续的修缮一下 你看像是这种 其实都是很有历史的了 要素质低一点 偷偷那种拿一块走 人家爷爷那种也不知道 还真的是挺大的一个 上面好像还是个金顶的 在最上面 应该是金的吧 不知道是包金的还是纯金的 这种历史古间 以我们中国人的认知里面 总是觉得要好好的保存 不能随便摸随便摸 只能看不能摸 那在国外其实很多都不是这样 包括以前在尼泊尔那个加德满都的 几个那个广场也都是 在那玩的时候 他们尼泊尔当地人就直接就坐在上面 吹吹牛啊什么的 像是这种 就是随便坐着 男男女女在那儿弹琴说 中国不敢想象啊 这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就只是一些怎么说呢 选择 就是怎么讲 就是不同的文化的一些 不过中国也没办法 因为中国人口是太多了 你知道吗 人口一多 那从它的基数就大 基数一大呢 就有什么问题 就好人也多 坏人也多 但是好人多 往往不能够弥补那些坏人啊 就是所做的一些事的损失 这些坏人不是说最大恶极的 有些小小的坏吧 就你说在这种砖头上 你比如说就写个字 某某道具有诸如此类的 就你说你人口一多 你哪怕极小极小部分的 在下面写个字 那些砖头就已经不够用了 对吧 但你再有更多好人也是很难去 这种事情做完之后就是不可逆的 你虽然同样的基数大以后 好人也会很多 但怎么办呢 好事不出门 坏事穿千里 是吧 其实现在中国人有时候在国外旅游也是这个情况 就怎么讲呢 就很多地方 有些国外嘛 他们对中国人有偏见 说觉得有些中国人素质差或者怎么样 其实不可否认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从最近的情况来看 按比例来讲 就是其实素质低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特别自由型的人群里面 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做出一些不是很恰当行为的吧 更多是无知 倒也不是有益的 但是呢 因为中国人口太多 出去玩的人也很多 对吧 你想中国哪怕 现在就一亿多有故障的 你出去玩的大几千万人 那已经是相当于很多国家的人口的数了 你要知道 世界上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其实并不是很多 所以你就难免会出现些情况 就是人家觉得一些不负责的中国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中国人都这样 但是一些素质比较好的中国人 你规规矩矩的 别人也不会觉得 哦 原来中国人都很好 他们只会记住那些不好 哎 这地方真的还挺漂亮 特别现在开始偏黄昏的时候 这个阳光没有那么硬了 其实拍照蛮好的